老屋重建条例现在拍板定案 内政部给出最长12年的房屋税减半优惠 但要推动重建 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有很多弱势族群嘛 那这个地方是政府强力执行才有办法 不然是不可能的 干嘛要住都好好的 对不对 租税优惠不给力 甚至连融机奖励也被认为很没诚意 像南机场这边的公寓 原本屋内空间就很小 所以民众都只能把东西摆在走廊上 不过融机奖励只给出1.15倍 换算下来根本没办法一瓶换一瓶 补助的不够多啦 两张那里才10瓶耶 你说10瓶换10瓶要干嘛 应该要三分之二同意吧 可能要少数服从多数吧 不可能这样子 应该没那么简单啦 不仅民众说百分百的住户同意率没道理 华国建设董事长钟荣昌也说 这样的高门坎让真正的老维屋难以受惠 反倒让产权单一的金融单位 或大企业成为最大受益者 执行上面的困难 要百分之百同意有困难 自行出资难推动 狭窄的上弄几道只能让一台车单线通过 若是小地主为了抢块重建 加工围楼和筷子建筑 恐怕在未来会层出不穷 如果按照现在的法令 就是小规模也可以都市更新 就会变成零零碎碎的 其实对于都市整体的发展 并不是非常理想 尽管内政部乐观老屋重建 将创造产值2.7兆 但就怕利益良善的政策 最后变成猪不肥肥到狗去 东森台经新闻 加明星连恩任台北报导